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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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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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给他接个小夹子 使用的时候更方便 就这么简单 看到没有 接个小灯中就这样制作好了 然后呢 把两个夹子呢 分别夹在使用中上 正机接正机 负机接负机 接好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 中表开始走动了 是吧 没问题的 而且呢 就是上面还带个闪光的指示灯 这个指示灯亮度是非常低的 而且呢 它也不怎么消耗电啊 其实这种方法是最好用的 到最后呢 给它固定到这个背面就可以了 没电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电池拿下来充电 充完电后呢 给它再放上就行了 用这个方法改好以后 充死电 用个一年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水管上破了个窟窿 怎么把它修补住呢 其实啊 我们可以用药科纸 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补住 而且补好以后 比电焊机焊的还要牢固 因为这个管非常的薄 电焊机根本没有办法往上面焊 越焊这个窟窿会越大 即使勉强把它焊上来后呢 也是非常不牢固的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用个药科纸 把它给补住 补好以后 非常的牢固 我们看 在补之前 首先呢 我们先找个砂纸 把这个管周围 给它先打磨 清理一下 清理干净 我们看 先给它清理干净之后 然后呢 这个修补的方法呢 分为两个步骤 我们来看 第一步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药科纸 给它先撕下来 撕下来一个这样的铝片 然后呢 用个剪刀 先剪下来一块 剪的要比这个窟窿稍微大一点就行了 我们看 剪个小圆片下来 就这样 你看 给它剪完了之后 然后呢 在这个铝箔纸上面 磨掉胶水 把它先粘在这个窟窿上面 这个只是第一步啊 还要经过第二步 它才能变得非常的牢固 把它粘好了以后 接下来 第二步呢 我们就是 用一个大火机 然后啊 在这个上面 给它加点焊一丝 给它再焊一下 这样给它焊完以后 是非常牢固的 我们来看 先加热 加热之后 然后把焊一丝放上 你看 轻轻的一焊 就上去了 是吧 经过这样处理完后 才是非常的牢固 我们看 周围一圈 都给它焊上 就这样焊好了以后 然后呢 把边上 这个多余的焊锡 给它先 剪掉 剪下来 其实像焊这个的时候啊 最好啊 是用电浪铁 电浪铁焊的效果会更好 它比这个防红大热机好用 接下来 把边上这些 给它处理一下 处理成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经过这样焊接的 其实比电热机还要牢固 非常的耐用 好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硬电线 从中间接线的一个方法 我这个方法 接好之后啊 是非常的牢固 然后啊 它也不会发热 如果这视频 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评论 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接电线的时候 首先要把这两条线 它这个外皮 给它剥掉 有些朋友 它的接线方法 就是这样的 直接把它给窝过来 它就往上面 在这边转几圈 转好之后啊 它就这样的 我回老家 我发现我的一个朋友 他就这样接线 其实啊 这些线是最不行的啊 这样接好的线 我们看啊 看到没有 非常的松 它的原因就是 这儿接触面积太小了 这样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就会引起发热 这种接线方法是不行的 正确的方法是 我们要把这 先给它剪断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头 剥这个线啊 要剥的稍微长一点 不要太短了 越长 等我们接的时候 就会越增加 它的接触面积 然后我们把这个 再给它去掉 把剥好的这条线 我们和另外一条线 给它并在一起 然后用个钳子 把这边给它夹住 要夹结实 夹好之后 我们就用手缠绕这条线 要给它缠得紧一点 然后呢 这个每圈让它都挨住 这样的话 切好的线就非常的牢固 然后它这个接触面积 也非常大 切好之后啊 我们在这条线 这条给它挖个 折个弯 看一下 这样非常牢固 是吧 这样接好的线 它就不会出现发热 我们看一下 缠绕的非常紧密 一点也不太松的 最后我们用胶带给它缠上 看一下它的效果 缠着胶带也是要 实际上稍微拉一点这个胶带 让它缠的比较紧一点 紧一点的话 这个胶带它不容易开 给这个缠个四五层就可以了 给这个缠个四五层就可以了 接好的效果就这样的 不仅美观 而且也非常的牢固 好了 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很多新手朋友们在使用电浪铁 焊接电线 或者是焊接一些电子元件的时候 很不容易把它焊上去 就算把它焊上去了以后呢 也是非常的不牢固 很容易就脱落了 今天视频呢 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使用电浪铁的一些经验 包括一些使用技巧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常用的电浪铁呢 一般就分为两种 一种呢 就是这种外热式的 还有一种啊 就是这种内热式的 我喜欢这种内热式的 因为这种内热式的电浪铁呢 它的个头小巧 操作方便 像这种外热式的 看着这个头比较大一点 比较笨一点 看着 特别是在操作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这个手柄呢 这个种外热式的 看一下 是吧 因为这个手抓住 抓的这部分呢 离烙铁头距离比较远 焊一些大元件还是可以的 如果焊一些小元件的情况下 就很不容易操作是吧 因为距离太远 不像这个内热式的 距离短是吧 操作起来 特别焊一些小元件 就更加精确 新手朋友们 在使用电浪铁的时候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电浪铁头啊 无论怎么弄 这个锡呢 它始终就划不开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锡划开了以后呢 假如想焊这个电线 或者是一些电子元件 上面这个银角呢 它就是不粘锡 出现这两种情况呢 先分享一下 第一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般的都是这个烙铁头 上面氧化 引起的这种情况 出现氧化后呢 我们就需要烙铁头呢 给它先解决一下 就是呢 先找一块这个废旧的板子 然后呢 涨点松香 上点焊锡 在这个上面呢 多摩擦几下 其实呢 多摩擦几下之后 就可以把烙铁头 上面这个氧化层 给大家磨掉 磨掉以后 才能更好的粘锡 就这样 磨完以后 就可以粘锡了 看到没有 粘锡了之后呢 然后再看一下 我们焊几个导线 来试一下 首先焊导线的时候呢 这个导线呢 先剥出一个线皮 然后呢 给它先剪掉一只 不需要太长 留一部分就可以了 就留这么多就可以了 在焊之前呢 首先啊 先给 这个线上面 先来点松香 或者是来点焊油 然后呢 在这上面 给它来点焊锡 OK 看一下 就这样 先来点焊锡 然后呢 在需要焊接的 这个板子上面呢 也是一样 焊之前呢 先给它来点 松香 这时候呢 我们在往上面焊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容易 看一下 这样呢 直接一下的就上去了 看到没有 焊呢 还非常的饱满 然后呢 粘的也非常的牢固 看一下 如果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线 先给它剥个外皮 给大家再说一下 好 我们剥开外皮 先看一下 还有些情况 电线 或者一些电的元件 它不往上面粘锡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呢 就是上面这个 电线 外表 它氧化引起的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把这个氧化层 把它处理掉 找个 保的铁片 或者刀片 给它挂一下 把这个氧化层 都给它挂完以后 然后呢 再接着第二步操作 然后呢 就是 涨点松香 上焊锡 这样就很容易上 看到没有 直接就上去焊锡了 这样在焊的时候 就非常的容易了 好 现在呢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焊接电线 首先啊 还是一样啊 先把电线头 给它沾掉松香 上掉焊锡 选择焊锡的时候呢 如果焊一下 小圆锡的情况下 尽量呢 选择这个焊锡丝呢 让它稍微细一点 焊接大圆锡的情况下 可以用粗的焊锡丝 我用的焊锡丝呢 是0.5的 非常细 因为我经常焊接 一些小的圆锡 两头呢 都给它上了焊锡以后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上面焊 焊的时候呢 首先在电烂铁 头上面来点焊锡 然后开始往上面焊 OK 看一下 现在呢 就是直接一下子 就焊上去了 是吧 这样焊上去的 还是非常的牢固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原来 狼毛钉用锤子 把它砸扁了以后 居然这么厉害 在生活当中啊 非常的有用 给大家呢 来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把这个狼毛钉 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先 用个钳子 把它夹住 然后呢 先把狼毛钉 上面这个杆 给它先去下来 我们就用狼毛钉 上面这个套筒 然后呢 用个钳子 剪刀 或者把它给剪开 剪掉之后 我们来看 用它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呢 它在生活当中 有两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每一个功能呢 都非常的好用 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 你来看 像家里的这个不锈钢盆 用了时间长来后 一般上面都会出现 有漏洞 有破洞 有的人呢 就会直接把它给扔掉 再买个新的 其实呢 没有必要把它扔掉 我们呢 像这种情况 也可以快速的 把它给捕住 捕好以后 也是非常的耐用的 我们来看 就把这个拉毛钉 上面这个筒 给它塞到这个孔里面 我们看 从这把塞进去以后啊 我们从下边 点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 我们用个锤子 把它砸一砸 我们来看 这样呢 就可以快速的修复漏洞 我们来看 很快就把它补住了 是不是 你看 这样补好以后 它永远也不会漏水 和心盆效果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拉毛钉 它第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然后呢 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二个最好用的功能 我们首先来看 把这个拉毛钉呢 还是一样了 先把它第一步 先把它分离开 分离开之后 然后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东西 这一次和以前是不一样了 不一样之处呢 就是我们还是用个钳子 这样把它先剪开 剪开之后 我们是把这部分给它剪掉 把这个帽剪掉 不用它了 我们用另外这一只 用它可以做什么呢 来看 我们把它套在这个软电线上面 这样套好了以后 接下来用锤子把它砸扁了 你看 砸好了以后啊 用它呢 假如像家里的控开 或者漏电保护器 上面这个接线的时候呢 假如啊 像这种软线 我们把它塞进去 接好以后 是非常不牢固的 容易把这个根部给它弄断 所以我们 现在呢 就用这个拉毛钉 砸到这个线上面 接下来 把它接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它拧紧 我们来看 这样把线拧上去以后 是非常牢固的 无论怎么拔 怎么拔 它也不会断 这个就是拉毛钉 把它砸扁以后 非常好用的功能 家里面的电刃壶 坏了以后啊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啊 就是不通电 然后纸灯啊 它也不亮 像这种情况是最多的 第二种情况啊 就是纸灯亮 它不加热 然后第三种情况 就是这个水烧开以后啊 这个开关 它不跳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三种情况的维修方法 这它水壶的问题 现在是不通电 像这种不通电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 这个底盘 看一下这个两个金属片 有没有塌下去 没有弹上来 如果没有弹上来 我们找个东西 把它给挑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金属片 它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用弯录表的封名档 来测量一下 看这个线导通不导通 我们一个弯录 接在这个插头的 一个引脚上面 然后测量这个 它是导通的 然后再测量一下 另外一条 它也是导通的 就证明现在这个底盘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个弧底下的这个偶合器 我们先把这个底对拆开 拆开以后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开关 给它关闭的状态 打到关闭的状态以后啊 我们就测量这个偶合器 一个弯彪的表笔 接在一个这个触角上面 然后另外一个标笔 我们分别测一下 这两个角看导通不导通 这两个铜片 这个导通 然后我们再测量另外一条 这个也是导通的 就证明这个偶合器 它也不坏 然后啊 我们把这个开关 给它打开的状态 我们测下 开关上面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就是开关的线 我们看着开关 导通不导通 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它问题啊 就是这个开关坏掉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蒸汽开关 这两个硬角 这一个硬角已经烧的变形了 就是它的问题 这个蒸汽开关 它这个坏了以后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它是不通电了 然后还有种情况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第二第三种情况 说的是水烧开以后啊 它不跳开 不断电 也是蒸汽开关的问题 我们换个蒸汽开关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 我们刚才说的 指示灯量不加热 像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 这个指示灯 它这个线是接在发热盘上面的 指示灯量不加热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 这两个插头 有没有松动 有没有脱落 如果松动了 脱落了 我们给它重新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 呃 在上面安装的特别好 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这个发热管坏掉了 像这种情况是不能维修的 因为这个发热管和这个底段是一体的 也不能单独更换 电水壶画的最多的 一般就是这一对呕合器 容易有问题 然后其次就是开关有问题 更换的话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用一个炉子刀就搞定了 视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修一个飞科体育刀 它的问题呢 是不能充电 插上电源线以后 看一下指灯是不亮的 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我一个邻居送过来的 他说以前 昨天嘛 使用还是正常的 然后今天呢 就给它充电 充上去了 没有任何反应了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呢 都是内部充电线路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 检查的时候呢 首先也需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 看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这有没有电 它上面这条线呢 只是一个电源线 并没有电源适配器 就这样的 插上电以后 主要就是测试测量一下 看上上面有没有220的电 一般时间长以后 这条线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是呢 我们首先先测量一下 这电呢 是有的235V 说明这个电源线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它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剃鱼刀上面 我们现在呢 就需要把它拆开 来检查一下 上面这儿有一颗螺丝 然后呢 把这儿打开 这儿还有一条螺丝 把这两条螺丝都卸掉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刀头给它拿下 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盖的打开了 先看一下内部电子元件 这是一个电动网达 这两截是电池 然后这是一个小变氨器 这两个是电容 现在呢 咱们先把这个板子给它拆下来 然后看一下板子反面 还有些什么电子元件 这几个是贴片电阻 这一个是电容 然后这个是个三级管 然后还有两个贴片二级管 遇到这种不充电的情况 首先先检查一下这个插座 这个插口 然后还有一些连线部分 有没有开汗 如果有开汗 肯定是充发电的 这个呢 并没有发现啊 它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就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些贴片电子元件 看有没有明显烧壶 或者一些就是开汗虚案的 这样呢也是没有发现 然后这边这几个电子元件呢 从中央看着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先看一下 先捋一下这条线啊 电源线从这进来之后 然后呢 经过两个贴片电阻 一个二级管 然后呢 进到这个变压器的初级 这是变压器 然后呢 另外一条电源线 进来之后 经过一个电容 然后呢 到这也是进入到 这个变压器的初级 我们先 嗯 检测方法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和 给它通完电源线 然后呢 用弯表来测量一下 这个 变压器初级有没有电 如果初级有电 后面没有电 那应该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 其实呢 这变压器坏的是比较多的 如果 初级没有电 没有电压 那就说明啊 是这前面这几个电子元件有问题 还有另外一种检测方法 就是用弯表的封明档 在这个不通电的情况下 来测量一下这个变压器 它的线圈 看有没有问题 先测量一下这个初级线圈 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是吧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变压器 初级线圈 开路引起的 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再测量一下它的 刺激部分 看 它是导通的 现在就可以判断是这个变压器有问题了 咱们把这个变压器给它拆了 来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 拆了以后 看一下 这儿呢 明显有腐蚀的地方 因为这个初级线圈呢 比较细 它腐蚀以后呢 这个线就很容易腐蚀断 断了以后 它就不能使用了 然后这个刺激部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用刷的 把它给它清理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线圈 如果是它断了 其实呢 想办法给它接上 这变压器还能接着它使用 如果找一个这样的小的变压器 其实还是不好找的 清理干净后 我们看一下 中间这条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断 然后断的是边上的这一条 看一下它这个线呢 只到这块 然后再往上这一局 已经没有了 腐蚀断了 现在呢 咱们给这个边上器 给它修复一下 一般还能接着它用 现在把这个线头 已经拨好了 找一个细胞线 这样的细胞线 先把外面这层漆 给它都烫掉 然后把它 这头先缠在 边上器的这个接线柱上面 缠上去以后 然后呢 到最后 再焊接这个位置 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修好了 现在呢 先用按照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边上器 能不能使用 还是测量这两个眼角 没问题是吧 已经打通了 现在咱们把它给装上去 来测试一下 费了半天劲 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结果 没问题啊 可以正常充电 维修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神奇 不一定呢 费在换元件 才能修好它 如何使用汪安表 测量家用电器 是否漏电 首先 首先先校园一下 汪安表 把汪安表调到 说明档 然后两个表笔 转接在一起 如果风鸣器响 就说明 表笔连接正常 然后我们再把 汪安表的档位 调到 电阻的 20兆欧的档位 用它来测量 家用电器 对地组织的大小 来判断 家用电器 是否漏电 如果大家使用的是 这种全自动的汪安表 测量就简单多了 只需要打开汪安表的开关 就可以直接来测量 还是先下一下 表笔 风鸣器响 证明是没问题的 我们开始测量 然后首先 拿出家用电器 上面的这个插头 这个插层呢 看一下 好多电器呢 上面都是三个插头 也有的是两个的 像这种三个的插头 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是接地的地线 这个接地的地线 它也是接这个 电器技术外壳的 它们两个是线连接的 然后下边这两个 是它的电源线 一个是火线 一个是零线 我们用弯表 分别测量一下 这两个电线 和这个地线 它们之间的组织 通过组织的大小 来判断电器 是否漏电 先分享一下 三个插头的测量方法 然后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两个插头的测量方法 测量第一步呢 首先 先测量这个地线 看一下它和外壳 有没有连通 如果没有导通 就需要把它给接通才可以 它是可以导通的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先测量 一下这个 左边这条线 和对地组织 看一下它是多少 弯表是没有任何反应 表示无穷大 无穷大就证明 这条线是正常的 它不漏电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右边这条线 看一下它的组织 现在是4.1兆欧 只要它不低于0.5兆欧 它就属于不漏电 拉近镜头 我们再看一下 弯表上面是4.1兆欧 是吧 这个组织越大 证明它的绝缘越好 如果像这种 无穷大 是更好的 右边这条线 它的组织明显大于0.5兆欧 所以说这个电水壶 它是不属于漏电的 测量这种两项 测量电器的时候 就需要找到这个电器 上面这个金属部分 这个外壳 一个外壳表比在这边 另外一个表比 分别测量这两端 通过组织大小 也能快速判断 它是佛楼垫 使用外壳表 也可以检测 电机是佛楼垫 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一个表比 接在金属外壳上面 另外一个表比 分别测量一下 这四条线 建议大家以后 使用这种数字 智能外壳表 各自的小角 操作非常方便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视频 就是我们用的外壳表 这个外壳表 这个电池 这个我用的是9V的 然后这个9V电池 非常不耐用 我这外壳表 一般都是十来天 或者半个月 这个电池就没有电了 就得需要更换 这样老是更换的话 也比较麻烦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制作一个 18650电池 给它供电 然后这也可以循环实用的 没电了 就可以给它充电 我们需要用的东西 就是两截18650电池 一个电池盒 然后两个模块 充电模块是两块钱 生压模块两块多 电池盒是一块钱 这总共加起来是五块多 包油的 电池是我从长期机里面拆出来的 低成本 然后我们做一个外壳表 可充电的电池 这个电池盒 它是个7.4V的 我再改装一下 从这接一条线 给它改成3.7V的 用手机充电器 就可以直接给它充电 这样用的比较方便 这两个本来它就是导通的 导通的 我把它这儿是作为负极 然后这边就这两条线 作为是正极 安装这个电池的时候 这样安装 然后这边也是正极 我们这样安装 就相当于这一块是反着装的就行了 现在我把这条线已经接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这个充电板 现在把这个电池保护板我已经接上去了 然后这个B加接在电池的正极 这个B减就是接电池的负极 然后这两端是接这个收压板的 我们等会儿把这个收压板给它接上 先把这块板用胶板给它先固定一下 这样就粘的结实了 这样我要把这个生压板装在这个 这弯表的这个电池壳里边 所以要先要把这个壳上面 这个盖上面打个眼 然后这个线就可以穿进去了 然后把线穿过去 把电池焊在这个生压板的上面 然后上边是正极 下边是负极 生压板这边是输入 然后这边就是输出 这都有标识 然后输出这边我们可以接个这个插头 这是个旧电池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用下这个插头 我手里边正好有一个坏的侧线仪 这是侧网线用的 然后这个上面有个这个 我们把这个剪下来 剪下来然后就不用拆这个了 然后把这个插头焊上去 我们把电池装上 然后调一下它的输出电压 我们用个一字的螺丝刀 把它调到九幅 顺时针点 好 现在九幅 然后我们用胶带 把这个生压板给它缠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装在弯板表上面来试一下 我这块电池现在又不能用了 用了没多长时间 又没电了 我们把这个扣上 然后把这个 生压板塞在里面去 开下机 没问题了啊 可以正常使用 我这有一个方钉森卡的小盒 我想用这个盒 把这个充电板给它做个外壳 这样的话一般不会短路 也不容易坏 从这给裁下来 然后用胶棒把它粘一下 然后把这个电池在固定在这个弯板表上面 现在开机正常 然后这个电池也固定好了 我们给它充上电试试 没问题 也可以正常充电 好了朋友们 这回这个电池就比较耐用了 估计抽一丝电也在用个一个多月两个月吧 这下好几年不用换电池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接电线的方法 接好以后 即使你不缠胶带 也不需要用这个热色管 给它接好以后 也是非常的安全 也是非常的牢固 而且它还防水 即使你时间再拉 把它给拉断了 它也不会开 这方法非常的好用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家学会以后 以后在接电线的时候 就不需要找电工了 因为电工它接好这个线 也没有 咱这个方法接的牢固 在接线之前 首先分用两步 第一步是如何接线 第二步是如何给它 更加均匀 更加均匀 给它做个均匀 是吧 那首先我们操作的时候 先把这个线头 给它拨的稍微长一些 因为太短了之后 它是肩不牢固的 我们看 两个线头都一样 给它先拨出同样长 拨出来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线 给它先拧一下 两个都一样 就这样拧完了之后 然后呢 来看一下 先把这两条线 给它先做个十字交叉 交叉完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线 我们看 先给它 拧过一圈之后 然后呢 在这两条线 再给它拧一下 拧一圈 接下来 把右表这支线 给它顺时针 缠在 这边 缠完之后 然后呢 剩下这一部分 给它缠在左边 这边呢 就要 一边顺时针 一边逆时针 就这样 缠完了之后 这是第一步 你看 接好之后 这个方法呢 是非常的扛拉 即使把它拽断了 它也不会开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给它 做个据援 做据援的时候呢 因为呀 假如干活的时候 我们手里面 电弓胶带用完了 没有了 也没有着热缩管 其实啊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我一直在工地上使用的 首先呢 就是需要啊 找一个 就这样的垃圾袋 很容易找到是吧 用剪刀 给它先剪向来一块 这个方法 做据援 是非常的好用 它也 安全 然后它也防水 我们看 给它先 剪向来一块 剪下来之后 把它先 折叠一个双层的 接下来把它缠在 交代缠在这个电线上面 缠的稍微紧密一些 我们看 就这样 大概呢 给它缠个五六层 缠完之后 把多余的这些啊 给它剪掉 剪开了之后 我们看 接下来 用个大火机 给它烤一下 来看 这样一烤 它就收缩在一起了 这个方法 接好以后 比胶带还要好用 而且 比热色管 效果也好 非常的扛拉 它也防水 就这样烤 一圈 烤完之后 我们来看 就这样 你看 也是非常软的 而且呢 它也防水 扛拉 这个方法呢 非常实用啊 就这样